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卷一卷书 一章一章一节一节 每天往下去读 奉主的名祝福你 每一次打开圣经 主都有话给你 每一次打开圣经 神的话让你更多的认识神 每一次打开圣经 在圣经里面都被光照 在圣经当中也看到我自己 看到我的软弱 看到我的失败 看到我被责备 看到我需要改变的地方 但是谢谢主 神的话不只是一面镜子 让我看到我需要改变的地方 神的话是带着能力 祂给我们改变的力量 好像我们很多基督徒都熟的一段话说 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 就是以过会变 会改变 会变成新的 但是好像这几天我们分享 面对说谎话这件事情 不能够改变的很大的一个关键 是因为我把它当作没什么了不起 小事不想改 当我们觉得没什么了不起 不想改就永远不会改 但是反过来 如果我们愿意 主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这个新的生命是带着力量的 这个新的生命会带来改变 那么我要跟神怎么样配合呢 我不是靠着我自己去改 我的修养 我的毅力 我的决心 甚至我的圣经知识 帮助我要改 我要改 我要改 不是 我是靠着神给我的新生命得着力量 那么都交给神 我什么也不做吗 不是 我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读给你听 在圣经里面 哥洛西书他说 他说不要彼此说谎 因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 这里用了一个动词叫做脱 脱是主动的 天气好人 我把衣服脱了 脱是我主动 脱不是我在这里什么都不动 然后你帮我脱 不是 脱是我去 我要做一个决定 我要把这个东西脱掉 我要把这个东西丢掉 这是一个主动的决定 这是一个选择 而如果不是靠着一个新生命 我自己想脱我也脱不掉 我想改 我想戒毒 我想戒烟 我想戒酒 我想戒谎言 我想可是做不到 但是当主把一个新的生命 给我们的时候 我里面要有一个主动的决定说 我要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 我再也不要让谎言绑住我 那就是脱 脱掉救人 救世已过 但是我死命抓着我原来的那个救人 他就过不去 明明在基督耶稣里救世已过 但是如果我仍然抓着那个救世 紧紧不放 我就会继续过说谎的生活 救世过不去 不是神的能力不足 而是我不肯放 今天你愿意跟主说 我愿意 我想改 我肯放 请你帮助我 我愿意脱 请你给我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